哈喽大家好,欢迎收看百看影谈 今天给大家安利一部 男女主颜值都超高的电影《花销道》中 故事发生在江户时代末年天保巴尼的集园 经济发展已经不如初期 女主潮物是一个榴莲辗转各色男人 皮肤上因温度伤身就会开花 但是心中毫无希望的妓女 因为原来的妓院被火烧了 所以搬到了新的地方 女主在妓院里有个任的妹妹巴金 巴金告诉女主 她喜欢的那个男人对她的承诺 但女主却告诉她 男人的话都不可信 而她自己一经为止 也还没有对男人动过心 一次巴金拖着女主去夜明珠店的时候 两人被人群冲散 女主更是被撞在地 但是很快就被男主半次狼抱起 男主还帮她去找掉落的另一只鞋子 女主甜甜地笑着道谢 两人的交流中发现 原来鞋子的花样是男主染的 没想到却被女主穿在了脚上 男主还为她清理了手上的伤口 女主对男主的温柔动了心 回来后依旧恋恋不忘 就连簪子掉了也没有察觉 女主凌晨的时候偷偷地去找自己的簪子 却偶遇了男主 男主答应帮她修补断掉一组的簪子 想约三天后的同样时间来拿簪子 之后巴金遭爱人背叛 女主心下感慨 想起自己的母亲也是在一个行业被人抛弃 巴金和老板起了冲突 在夜晚来找女主诉苦 此时正式约定的日子 女主因陪伴伤心的巴金而误了时间 来的时候男主已经走了 回去的路上 女主看见了男主 本来想要打招呼 却看见男主跟另一个女子挽着手走了 女主心灰意冷 当晚巴金的爱人来找茬 被女主的气势所吓退 而女主也借此骂人的机会 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女主去看任的姐姐物理的时候 遇见了男主 可是她却不得不在男主面前 服侍别的男人 视线一刻不离男主 被眼尖的客人发现 客人故意为难 在男主面前猥亵蹂女主 男主起身却被阻止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直到女主最后一时模糊昏过去了 醒来后听巴金说起男主 说自己有了喜欢的女人 女主独自一人来到了和男主约定过的地方 在那里见到了男主 说明了自己的身份 言语伤人地说 如果他想上她的话 可以去鸡院买她 男主却只是将簪子交给了她 女主口是心非地赶她走 之后又挽留了她 男主在雪中 回身抱住了哭泣的女主 欢好之后 女主说自己童年被虐待 和成为妓女的遭遇 以及自己想要成为花魁 游街的想法 女主对生活又重新有了信心 甚至跟巴金说起 男主对她的承诺 另一边 男主面临选择 要么生意黄调 要么跟客户介绍的人结婚 女主听客人说男主即将成亲 而客人也表示想要为她赎身 两人再次见面 男主承诺 不会成亲 也不会让女主被其他人带走 而且所人的姐姐物理 就是男主的亲姐姐 男主和客人对质 讨出客人的话 物理并不是落病落死的 而是被赶出去 惨死在了路边 客人想要赎女主出去 也只是希望她来伺候自己的商业伙伴 女主想要抢夺自己的卖身器 被客人抓住 男主杀死了客人之后 独自逃亡了 后被通缉 女主又来到跟男主之前相约的地方 男主让人送字条给他 相约晚上再见 女主如期而至 男主为他带来了花魁游街的道具和服装 亲自帮他穿戴完毕 女主为男主表演了游街 结尾是 两人被发现 男主被抓走 女主被监禁了二十多天 直到老板带来男主的信 和他被斩首的消息 最后女主跳河自尽 命运常常捉弄人 想要维系一份真挚的感情 显得尤为不易 希望殿下的有情人都能终成眷属 好了 我们今天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吧